剛才提到這種鄰居關係 噪音是一個很大影響 那我處理過一個最誇張的 我們遇到一棟 應該說一個社區有四棟樓 總共住戶大概上千戶 大概四五千人在裡面 一個很大的社區 然後到半夜一兩點的時候 開始發出 女生的慘叫聲 是 一開始就是以為家暴 就是七粒慘叫聲 後來不是 後來大家就聽到慘叫聲加喘犧聲 我來喘謀好了 不用 不用好 那當然一開始的時候 大家聽到這種就是忍一忍就算了 想說就有人翻雲覆雨 隔兩天又來 最痛苦的是小孩子如果說 媽媽那個在幹什麼 怎麼這麼吵 所以就有鄰居直接開窗戶出來罵 不要把你們的快樂建築在我們的痛苦上 你在那邊爽 我們在這邊痛苦 那個人罵的應該是單身狗還是什麼 太痛苦了 可是都沒有停下來 繼續發生 那整個社區當然就很不爽 體力到底多好 對 不是體力好問題 你要顧及大家感受 有的人不一定現在還能這麼慘叫 真的 所以 你看劉律師講到都生氣了 這很多政府的心聲 很氣 然後這個社區 因為不知道是哪一戶 結果他罵的就是劉律師 沒有 怎麼可能 這個社區還組成巡守隊 上千戶不知道是哪一戶 組成巡守隊 發生這個事情馬上通報 巡守隊馬上去查 結果最後真的他們懷疑到某一戶 就走到有一家 對有一家一直吵 一直叫 對啊 他們就懷疑是那一戶 隔天早上通知屋主 說你們不要這麼吵好不好 結果你知道發生什麼事嗎 這個巫主是老公 我昨天在南部出差 Oh no 好綠 事情多大條 不只噪音問題 家庭問題都來了 所以說做人要低調一點 真的啦 綠巨人 所以就搞到最後又是離婚 然後又是這個鄰居之間的投訴 以後也不會吵 我是 我們那個大樓有大 那個群組 我現在不是很流行家LINE 有一次裡面的長官就在說 進來一直收到投訴 晚上一直聽到 激烈的慘叫聲 然後請大家晚上的時候 就是大家保持安靜這樣 你幹嘛假裝家裡有兩個人 不是 因為他這樣子 但是我沒有想太多 我就突然就回 我就回說 不是啊 我們 這是我們的家 我們不在這裡做 我要去哪裡做 該平時二世 對 但不是我才好笑 大家都以為是五樓之八的蔡小姐 不是 重點是不是我 我只是一個直覺看到她說 叫我們不要在家裡做 因為莫名其妙 這都我家了 我還不能在我家做 我要去哪裡做 那你幹嘛回啊 我就回了 如果大家都以為 對啊 愛面子 大家都以為都來不及耶 大家都以為是我 你知道嗎 然後馬上傳出去以毒 想說收回 就一看已經以毒58了 我想說 你那個樓下管理員會傳出去 然後我就想說完了完了 你會發現後來大家看你的眼光都不一樣 對啊 崇拜 尤其是那個男住戶 我們在樓上有住那個機長 你知道空姐機長 那個機長每次看到我 我都覺得很害怕 我之前遇到的是住進去了 然後搬來一個 隔壁搬來一個新的情侶 那你當然會想了解一下 有問房東說 他們說他們是外商公司的 那他覺得那應該就是正常上下班吧 結果白天我們出門的時候 所有人都不會遇到他們 但他們晚上就很響亮 後來才知道女生就是在接客的 他直接把這邊當成就是他的辦公 對 營業場所 所以你們那個可能還會休個兩天 我們這不是是天天 你有去 關顧一下 沒有關顧 有去看看到底是有多少人 你們會覺得好 前面聽幾天 可能剛剛說有些單身男生 你幫我問一下 你真的天天聽之後 你就會腻了 而且有時候你還會聽到 你都聽到都熟了 今天這個沒辦法 這個不OK 超喘 今天這個有點厲害 你還會想開門看一下長什麼樣子 我知道因為他每天聽女生的聲音 他知道女生哪個是真的哪個顏色 真的耶 你都聽到我都變專家了 你知道嗎 但是會很痛苦 一個月之後你就覺得好煩喔 他們也不知道我們這棟樓的那種 什麼垃圾收集的那個方式去管理 他們就是亂丟 因為可能人進出複雜吧 亂丟然後垃圾都會破 所以我們那個走道都會是 一個臭的垃圾水 然後後來慢慢的還有老鼠 然後虛會出現 可能是因為工作關係 他們情侶其實很常吵架 那一吵架男生白天就開始垂牆壁 所以白天也吵 晚上也吵 那後來他們鬧分手了 分手之後女生就逃離了這個家 一陣子之後 可能東西還放在這裡要回來收 他又有一天下午 他偷偷回來收 結果沒想到他前男友還在家 這個男的就把這個女的 軟禁在家裡 然後開始打他 所以我們後來聽到的 真的是慘叫聲了 我們會怕危險 所以我們當然就是幾個租座長 那報警 警察來了 把門破門之後 發現那女的是被綁在裡面 超扯 是 搞不好他們在做SM 也有可能進去 也有可能啦 但是後來就是因為這樣 然後把那女的救出來 然後跟房東反應 把這個男的趕走 這件事才落幕 還有一個恐怖的就是 不是只有房東可以監視你家 連陌生人都可以監視你家 陌生人 就我現在就住了這個地方 我們剛搬過去的時候 因為一開始我們也是先裝潢 那因為我老公自己設計 那當然監工 他就是要自己去監工就對 然後我們快要搬進去的時候 因為那時候已經戲清清完了 我那天在家裡面等沙發到 然後我先跟我老公 我們兩個交接之後 然後他就跟我講 他說 我一直沒有跟你講一件事 我說怎麼了 他說我們家 向到正對面 我們同一層樓的鄰居 那個先生他 在我們施工的期間 他常常都會一直站在陽台 這樣子看著我 然後我是那種大片落地窗 我在裝潢的時候 我當然不會上我的窗簾 戲清完了 我也還不會上我的窗簾 最後才上我的窗簾 然後我先生就這樣講 他說他不會是喜歡我吧 我想你想太多 然後我開玩笑 好 他去上班 我們在家裡面 繼續等沙發來 然後我就在等...說 果不其然 中午時間才剛過 大概剛剛吃完飯 那個先生他就躲出來了 他就把他的窗戶默默地打開來 然後就看著我的房子裡面 然後我房子裡面沒有什麼東西 我也不是很在意 他就這樣子隨便看 然後我覺得 你看著好像有一點久 因為我在裡面忙來忙去擦東西 我就決定去找一塊廢紙板 我就用那個很粗的那個馬克筆 我就在那邊寫說 你好 請不要一直看我們屋內 就這樣 我就把它貼在我的玻璃上 因為我寫太多字 你就寫三個字就好了 不要看 看三 看三 小朋友 看三小朋友 我家也沒有小朋友 不用看了就對了 然後那個人也沒有理 他就這樣子 表情很奇怪 因為他是沒有任何表情這樣 一看半個小時 每天都來 後來我就跟他在那邊對峙 他看我也看 我這樣盯著他看 你也很無聊好不好 我以為就以前知道 還是前置身 後來我們兩個眼睛 有時候會對到的時候 他就這樣看到看到之後 他就產生了一點感情 沒有 電到 不是他會有很好玩的舉動 是人在這邊對不對 他就會把這個窗戶這樣子拉過來 看到臉的一半 好可怕喔 然後我就繼續這樣瞪他 然後他就這樣子 慢慢再把他拉起來 然後另外一邊的窗戶 是不是就打開了 對 他就去另外一邊 然後再收出另外一邊的臉 就是這樣 後來我有一天我真的受不了 已經住進去大概一年半兩年 我打算他又給里長 里長你知道破八卦 什麼事情他通通都知道 我就跟他講門牌號碼 他說我知道啊 適到那個什麼先生嘛 他說小姐你喔 不要太在意啦 因為他之前好像有發生一點點意外 他必須要長時間在家裡面休養 他有影響到他的生理作息 請你不要太介意 他沒有惡意這樣 我問說里長 他請問他之前是發生什麼意外 就是站在窗邊太久被人家揍啦 這個是真的很有可能 後來我聽到里長這樣子講之後 我就覺得比較放心 可是我又再換了一招 因為我還是很不喜歡他這樣聽著我看 所以呢 我又趁著有一天 他又站出來陽台的時候 我就直接對他 因為我已經知道他姓什麼 我就說 譬如說某先生 某先生 嗨 你好 然後他一開始還是沒有反應 要這樣 某先生 嗨 然後他看到這樣 看到我就這樣嚇一跳 我說 不好意思啊 你要出來下太陽啊 你好 我是住對面的 嗨 嗨 嗨 你好 他就這樣 他這次已經不是這樣子慢慢的躲起來 他整個砰 關起來 就躲進去 從此以後我就很少遇到他 他可能覺得我比較壞吧 你就是比他瘋就對了 他覺得你比較有事 然後他打給里長 他打給里長 那個對面 對 真的 那個小姐沒有而已 我跟你說 他腦袋有點不正常 我們有一次有一間分店 他就說同樣一個 就是一整排的那個公寓 就有一戶特別便宜 拿出來賣 然後比旁邊的價格大概低一成左右 我們那個業務的弟弟 他就去問店長 店長就說 你那個每天兩點鐘的時候 你固定到那個房子的陽台看出去 你就會知道為什麼便宜一層 原來就是他的那個房子的那個對面 就有一戶 然後有一個大概五十幾歲 六十幾歲的先生 他每天會固定大概在兩點鐘的時候 他會 他要坐多久 他就會坐大概一個鐘頭左右 那也說如果早上 一個小時你就把窗簾拉起來 要便宜一層 他說如果很好看 那他就繼續住 當然 不好看 好看的話 我兩點就拿爆米花在那邊這樣 郭先生 你好 我是貝密的高小姐 好看的話 不是便宜一層 是貴一層 賣門票 那時候我年輕的時候 租過一個房子 對面就很近 兩三公尺吧 一個女生 她每天就是窗簾也不關 然後就是年輕女生 蠻辣的 所以你都在家不出門 還不出門 能夠當房東 這個是老天給我們的命 因為你就 就是你有這麼好的命 可以有房子可以租給人家 大家就希望一些房東 能夠存好心做好事 那房客也是要 也是有很多房客在退租的時候 故意把人家房子弄亂這樣 對 那當然 也房客自己也要注意 對 都要互相體諒好不好 再次呼籲管委會 不要再欺負了 真的 今天謝謝各位的分享 喜歡我們的節目 歡迎到我們的粉絲團 按讚留言分享出去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各位 謝謝 謝謝大家 今晚開戰吧 讓你永遠選北邊 今晚開戰吧 讓你總是非成戰 新時代互動式綜藝 快快來訂閱 按下小鈴鐺喔 小鈴鐺喔